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86年 政府推动新生儿施打疫苗 才让新世代台湾人免于罹患肝硬化或是肝癌的风险 台湾用疫苗防癌是全球首例 成功的经验也让美国日本纷纷效仿 这斐然成就是数年来 这医疗研究和政府行政的通力合作 其中重要推手之一 就是人称肝地的沉定性 沉定性是一位横跨医疗研究 和政府行政三领域的医师科学家 他在临床上看见肝病严重肆虐 在实验室做出了科学数据 进而用科学说服政府 并且推动新生儿疫苗施打 对促进台湾人健康深具影响 这句台湾演艺节目为您介绍台湾干地 陈定性 这一针改变了台湾人的健康 1986年7月起台湾创全球之先 让所有新生儿免费施打 逼行肝炎疫苗 这项政策让台湾避肝病的范围率 从全球最高的15到20% 降至1%以下 当时推动的关键人物就是陈定性 1943年夏天 为躲避二战空袭而返回英哥乡下的陈家 迎来第三个孩子 父亲陈炳佩在红纸上写下三个字 为孩子取名陈定性 家中都用信的日文发音 Nobu换他 Nobu四岁时 因父亲教师职务转调搬到树林 当时哥哥姐姐已念小学 她还是幼稚园学生 陈定性不想唱唱跳跳 她要跟哥哥姐姐一样在教室听课 强烈的学习欲望 让她有了自己专属的名牌语位置 她读幼稚园她不要 她说我那个我不要 她唱歌跳舞女生呢 牵手牵女生的时候不要 每天她不去 老师来背她去 那个时候学校规定 每一个学生 需要挂一个名牌 所以我父亲就给她特别 造了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 学生陈定性 树林大学一年级 她听课是趴在窗口上面 全神贯注 一点不麻烦 1949年 陈炳佩转至英哥中学任教 陈家搬回了英哥 当时教师收入微博又不稳 陈炳佩并将后院荒帝 匹建成小农场 养鸡养猪贴补家用 陈炳佩教授博物学 也就是自然科 每当动物生病时 她常自行查资料 帮动物治病 甚至帮他们打针 当时六岁的陈定性 最喜欢剪蛋记录产蛋 科学概念 悄悄在她小脑袋里扭牙 我们也把鸡的脚带上脚环 所以我们就知道 蛋是哪一只鸡生的 我父亲又在厨房的墙壁上 贴了一张纸 横向是日期 中下是鸡的号码 定性也记录哪一只生的蛋 国小五年级时 陈定性因父亲 转往台北市金华国中任教 离开了充满自然环境的阴哥 搬到都市居住 当时陈家住台北市永康街 没了养鸡养猪的额外收入 母亲陈曾秀琴 必须设法开园 人家哪里有衣服要洗 我去他们家拿衣服来给妈妈洗 妈妈要带我们家里洗 我要拿去给他们 那个是四袜可以补 我的同事拿来补 一条长的一块 短的五毛两毛这样子 所见陈定性不负众望 一举考上建国中学初中部 但一开始他却展现 活泼调皮的本性 隐瞒着父亲不说 放旁的时候那个报纸会卖 他把那个他的名字点起来 爸爸紧张说一直看一直看 怎么没有怎么 爸爸心不刚 脚踏车跑到走到博爱路这边来 买不到报纸 结果怎么样跑去见那个 那个时候碰房是在建宗 爸爸脚踏车骑到建宗 第六名 爸爸回来说 你这个小孩你帮我創地吗 你是怎么 原来陈定性认为父亲平时太不爱运动 总是坐着身体也不好 想借此让他多一点体能活动 陈定性上了建宗初中部 功课始终凌冽前茅 原本自信能直升高中 却因曾有小过记录而丧失资格 因为初二时 学校要各班义卖红十字会的红羽毛 他身为班长 却为相识核对卖出数目与收入 导致金额短少 那时候讲义卖实际上就是硬性退销了 比如说红羽毛 那就是你们班有多少学生 比如说五十个学生 那就五十只 一个小小的一个子买这么小一个 这么小一个 女生说不定会别上去 男生才不会呢 无法直升高中 陈定性必须两个月内 冲刺完初一到初三拱六学期的课本 这些书堆起来比他人还高 索性他如愿透过高中联考 用进到建宗 这红羽毛事件深深警醒了他 自此养成面对重要事情 必定小心谨慎 重复确认的习惯 上了高中后 陈定性班导是体育老师 班上体育风气盛行 而他跳跃杀球的姿态 也让他小民从Nobu变成萝卜 我们班的那个排球队 是他负责攻击手 他个子不是很高 可是跳得很高 篮球也是打他打钱 那他皮肤很白 所以跳起来投篮的时候 就看到他的腿 白白的腿在那里 好像一根萝卜一样 所以我们班就叫他萝卜 高中三年 陈定性维持着不错的成绩 毕业之际可保送 成大奠基工程系 他满心欢喜 一来当时政府鼓励学子 就读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 前途看好 二来成大是他崇拜的哥哥母校 然而此时哥哥反而劝退了陈定性 但是我们那时候的家境 靠我父亲一个人的心思 根本没有办法 供给我们两个人一起在台南就地 父母亲也希望有一个人念你 我说那我 可是我没有没能念上 可不可以放弃保送 参加联考 放弃成大后 陈定性每天放学后就留校自习 晚上离校前再跟几个同学摸黑跑操场 锻炼精神铁力 1961年夏天 他如愿应届考上了台大一学系 吉祖第一学夫窄门 陈定性却常上课迟到 因他习惯晚上念书 早上常常爬不起来 他有一个特点呢 跟我有点一样 就是第一节课 普通都迟到 这位定性同学 大概同我一样 大概是吊耳朗当的人 不过呢 后来发现 老师讲完以后 问同学有没有问题 普通只有两三个人 能够举手 问一个比较有意义的问题 并信同学啊 就经常是 那两三位中间的一个 在台大 科业繁重医学系教材 几乎都是英文 科与陈定性喜欢读医学史 和人物传记书业 在阅读中 他深受启发 体认现有的丰富知识 都是前人不断辛苦研究 累积而来 而他也期许自己 能在知识沧海中 贡献一宿 在课外书籍之外 陈定性另一个 输押管道就是运动 上大学后 他的运动触角 伸得更广 他不是一种 一种特色 但是特色很厉害 他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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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ketball 很厉害 他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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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时 他当时 他跟安德鱼 都好 所以我等于 稍微 二两三步 好幾次跟我講說 我們兩個去參加台大 橄欖球隊好不好 我說好啊 到時候他回家問他爸媽 他回家問問說 他爸媽說不好 怕他手如果受傷了以後 如果當外科醫師 那就不行 沒能在橄欖球中衝撞 陳天縣便投身山林 參加台大登山社 有一次爬山遭遇颱風 風雨交架之際 卻不巧有一位同學腳受傷 顯現變成驚魂劑 在橫冠宮的上面 風是很大 還有山石會掉下來 因為有一位同學走不動 那定性就扶著他 其他同學都跑了 我也有點想溜 講老實話 因為那個是非常危險的時候 可以講生死關頭 可是我們定性兄 是非常堅定 他就扶著那位同學 一直往前走 這段歷險過程 陳天縣貌似照顧同學 是最可靠的隊友 兩人成為至交 而無安琪也發現 陳天縣個性幽默風趣 有一次他們坐火車 從台北要南下城公嶺時 紅站車停 同學們就按围著 小飯買東西 陳天縣就故意 開大家玩笑 大家又去買了 這個時候 定性同學 就突然發出他的幽默感 叫你們不要買 你們還在買 就是好像那個教官的聲音 哇一下 一群人都嚇跑了 活潑的陳定性 也能蜗居實驗室 反复操作單調的實驗 大四暑假 他和許幸福兩人 決定做老鼠免疫實驗 當畢業論文 終日在實驗室內抓老鼠 往細小的尾巴上打枕 我們就去買一個藝人 買一個藝人 買一個藝人 有一個藝人的藝人 所以我們就在四季場 做的時候 現在做的時候 技術就不簡單了 我們要去那裡 沒注意的時候 就去找人 找人就 拿頭到四季 找人去找人 兩人趁著暑假與寒假 做實驗 關在實驗室內數個月 教授因此鼓勵他們 將這段辛苦的免疫研究 投稿國內知名醫學期刊 《台灣醫學會》雜誌 這是陳定性第一篇 在學術期刊上的成果 是他為知識滄海累積的第一步 可惜當時的醫學知識 幫不了陳定性的父親 陳秉沛 1965年陳定性大四 49歲的父親被診斷出感癌 在短短幾個月內 就驟然臨時 當時大哥在美國念書 母親有悲痛不止 身為家中唯一男丁 陳定性一手操辦喪事 對外卻強忍悲傷 看不出來 因為我還沒做事 因為我已經有事 因為我 有事 因為我對家中的 開口是控制 以後一開始 控制得很容易 肝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肝病初期没有任何明显症状 等到发现异样时 病人多亿病入膏肓 且在1960年代 肝樱花与肝癌都无药可医 那时候看了病人很多人 就青蛙肚 就是肚子很大 附水嘛 骨瘦如柴 或小种水种的像橡皮一样 就是咖喱肝癌不齐 当时医院内科 往往注满黄胆青蛙肚的病人 这情形在台湾特别严重 却始终找不出缘由 亚洲就是尤其在台湾 中国大陆沿海 就是美肝的比例很高 那可能是亚洲带的气候有关系 还有可能也许是 一代传一代 不晓得怎么来的 肝癌肝硬化发现时 病人多正值四五十岁的中壮年 正是肩负家庭经济的时期 陈定静学医 却救不了自己的父亲 也帮不了其他家庭 肝病成为他心中的重担 之后他从医学生 便实习医师 住院医师 总医师 陈定静在医院的时间越久 反倒越怀疑学医的出众 尤其面对肝病末期 医生往往从救人角色 变成死刑的宣判者 那我想如果你是当医生的人的话 你会觉得 你本来要救人 本来要帮他 结果也帮不上他 一天到晚就是宣布说 你不行了 那会觉得说 我学医干什么 他决定追随台大肝病专家 宋瑞楼教授做研究 即使当时还无法确定病因 不清楚要对抗的是什么 但他像唐吉何德一样 像眼前的肝病风车旋展 1970年代 终于找出台湾 B肝感染严重的主因 就是母亲在生产过程当中 传染给新生儿 也因此一出生 就要打疫苗 好截断母子感染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1980年代初期 陈定信担任行政院顾问 从医疗跨足行政体系 协助政府推动新生儿 施打B肝疫苗政策 这是全世界之先 但也因为没有先例可循 安全性饱受各界质疑 这时候陈定信不仅四处演讲 宣传疫苗的重要 也和任职卫生署的夫人许须美 一起克服重重困难 催生出注射疫苗计划 让所有新生儿接种疫苗 这项划时代的政策 使得新一代的台湾人 终于摆脱了肝病的死亡威胁 1973年曾经先完成总医师训练 接着要自行开业 还是留在台大做研究 陷入两栏 因为台大战时 没有留任的正式职缺 此时母亲希望她自行开业 毕竟她已结婚三年 也生了孩子 开业收入相对丰厚稳定 但陈定信想留在台大 以兼任医师的职位 继续做研究 几番思良 她主动找上台大内科主任 宋瑞楼 兼任主治医师 她的薪资只有两千块 那是因为宋瑞楼说太少了 就让她兼任国科会计划的助理 所以才有四千块 那这两边都是政府的钱 所以不能两边都零 只能零一边 所以她只零四千块 虽然是兼任医师 但门诊开会都不能缺席 为了多赚点钱 陈定信在台北公保门诊 吉隆矿工医院 中游苗栗医务室 四处剪裁 忙碌劳累 就是为了能跟着宋瑞楼研究肝饼 在陈定信加入宋瑞楼团队前 国际上已知有A型肝炎 与B型肝炎两种 也清楚若病人身上发现澳洲抗原 就表示带有B肝病毒 而当时国内除了宋瑞楼 还有荣总罗光瑞 与美国第二海军医学研究所的B-City 三大团队投入肝病领域 美国海军员本来就 因为它是热带性疾病的 所有的所有感染都是她那边 她不光在台湾 在菲律宾 在东南亚都有在做 所以他们的资讯 什么都比我们快 相较于美国海军医院资讯快资源足 1974年宋瑞楼好不容易才申请到经费 让陈定信与学弟赖明阳 以新的放射免疫分析法 检验病人是否带有澳洲抗原 当时两人终日窝在台大窘粗的实验室 我们半夜的时候还在做实验 结果做到我记得是十二点多吧 忽然有人来敲门 我们吓一跳 你又来冲 一说哎呦就是你们 小阿哥便往漏水 因为我们一直开水 水一直在吸 我们叫负压 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漏 找到我们这里 辛苦获得了惊人的发现 原来不论肝炎 肝因化或肝癌 80到90%的病患 都带有澳洲抗原 确认这些肝病主因 正是B肝病毒 同年底宋瑞楼送陈定信 前往日本进修四个月 陈定信带回新的检查技术 回国之后 他和赖明阳两人 不检查病人 改检查正常人协议 发现台湾居然有16%的人 带有B肝病毒 是美国的100倍 代元率全球最高 宽算下来 台湾有300万名代元者 他们步入中年后 就会像陈定信父亲一样 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 当时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就有两个研究的方向 一个就是往预防 那一个就是往治疗 宋教授跟陈教授 当时就开始 这两个方面的研究 埋手研究两年后 1975年 陈定信终于等到正式止确 他升任医学院讲师 也是医院内科专任 主治医师 而在确认台湾 B肝的严重性后 他便想追查感染途径 陈定信从B肝病毒的 不同亚种 推论出病毒 是由母亲传给孩子 而同一时期 美国B3团队 有更进一步的发现 事实上这个B肝病干人 会在胎盘里面 这个要生产的时候 经过胎盘 妈妈的B肝病 经过胎盘 传给小孩子 或者是生产的时候 经过产到 传给小孩子 在感染主因的重大发现后 宋瑞楼就开始游说政府 要进行免疫预防 带着陈定信向官员简报 虽然他们苦口婆心 建言却未被采纳 隔年陈定信获得美国奖学金 她背着病人肝脏检体 前往美国进修一年 想学习最新的 分子生物学检验法 揭开病毒致病危机 陈定信返国隔年 政府开始重视肝炎 由政务委员李国鼎主导 同时卫生署邀请专家 组成肝炎防治委员会 宋瑞楼担任主委 身边大弟子陈定信 协助处理大小事宜 此时陈定信除了教学研究 所有时间都投入肝炎防治 陪伴子女时间相当稀少 以前我们小孩子baby的时候 她从来没有起床过 她很好睡 因为她很累嘛 回来就一觉睡到天亮 那她因为礼拜六礼拜天 她又跑去医院 有时候在医学院 在医学院开会 医院开会的时候 我带小孩子去他们的那个院区 就是医学院的院区 花园或什么地方 所以其实我自己小时候 她也做过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比如说把台大的这个 校园的椰子树掉下来的叶子 然后让我坐在上面 然后她就当牛这样子推 就拉的推这样子 这样美好的时光相当珍贵 因为此时肝炎防治 正面临一场硬涨 因当时防治逼肝的主角疫苗 全球只有美国默克和法国巴斯德 两家药厂研发 且皆未通过上市 1981年 毕斯理想在全球肝病最严重的台湾 做默克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 不料却激起众怒 原因之一是反对台湾孩子 被当白老鼠 还有疫苗是以血浆制成 而默克在美国是以同性恋者 为实验对象 台湾争议很多 所以很多人谈了半间 都谈美国的那批 同性恋人研究的结果 又把同性恋人 Ig病什么都放进去 当然一看到同性恋人 大家就怕了 其实不是用同性恋的血来做 国内明月沸腾引起监委调查 当时陈定信也是监委询问的对象之一 宋教授跟陈教授 他除了发表科学的文献之外 他需要把这些东西好好地消化吸收 告诉民众 也告诉政府的官员 这个疾病 在台湾的疾病负担有多重 比如说当时 台湾的90%的人 都感染过B型感染 那个时期 外界对疫苗的质疑火花 也喷剑到支持施打的专家身上 认为他们是要以台湾孩子 成就个人名利 最常被批评的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事情 要在新生里去做 那理由就是因为 妈妈传小孩 你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做的时候 都太晚 可是外面人不一定懂这个东西 所以就会批评说 这些推行这个人 就是为了自己要求名 这些肝炎专家 所秉持的是良因使命 却遭到误解 陈定信不因此退却 他认为对的事情 就该像水牛一样 不会收获 坚定前行 他对牛感情最好 有我们外公家有五只牛 一只公牛 吃苦耐劳 为什么人不比牛这样子 所以他崇拜牛 你去他家看都是牛 陈定信在防治上 如水牛耕耘 另一边疫苗也传出好消息 两家药厂都取得上市执照 分别与B市里和荣总 罗光瑞团队合作 小规模施打 不过即使有了上市执照 质疑的声音仍盛宵成上 罗光瑞团队中的李寿东 就身先士卒 打了全台第一剂逼肝疫苗 就期待你医护人员 为什么不先打 医护人员小孩应该要先去中心吧 那我医院里面我也碰到问题啊 那我旁边也有些人啊 他虽然嘴头不讲 我知道他小孩子不打 那我在头 干颜小组的小姐说 你先打一下 我帮你照一张相 我就拿到小儿科去宣传 其实李寿东公开施打 争议还是无法平息 于是李国鼎就召开 国际干颜研讨会 光瑞世界顶尖专家与会 国际那个会上面 我们有一个就在会议上面提出 为什么不等我们研究 把病肝病毒研究清楚再来 再来打疫苗再预防 那个老外跟顶人 你要死多少人以后 你在那里 两天的研讨会 终于将国内对疫苗的疑虑 一一离清 陈提进将完整的研讨会内容 整理翻译 刊登于当代医学杂志 让更多人能获得正确知识 当时陈教授他们也有去上广播 像新闻 另外也透过教育部 还有像国防部 可以把资讯散播的 当然还有卫生行政的系统 像公卫这些 同时政府也推出 为教影片宣导逼肝防治的重要性 阎王爷 义王人张宿女 于怀孕期间感冒 到他们医院去看病 打针的时候 被逼性肝炎传染 一只笑而夭折 我也因为肝炎化而死 逼性肝炎危害人间 一颗有良策 生死不由本王决定 天下岂不打乱 除非肝炎疫苗研究成功 否则没办法防止 索性1982与83年 荣总与毕斯里团队 都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 逼肝带员的妈妈 生下孩子打了疫苗后 高达90%都产生免疫反应 这科学实证 让政府决定大道阔府 推动疫苗 李国鼎更邀请 陈定信加入行政院科技顾问组 李国鼎他身上有两个大将 一个是陈定信 一个是南中府 他们比较年轻 他不会找罗院长的宋教授 两个去当他的 他是两个是顾问 但是真正下面帮他做 是做联络 是陈定信 定信跟南中府 陈定信成为政府拟定于 执行逼肝疫苗政策的大将 同时 他的夫人许许美 正担任卫生署防疫处科长 夫妻俩要合作出 全球第一个逼肝注射计划 一切从零开始 不论工作或在家 谈的都是肝炎 因为我们的印象中 大部分就是回家之后 就是他们两个 可能自己就在讲一些 工作上面的事情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可能 我听了太久之后 我就抗议 就说你们两个都一直在 为什么回家 还一直在讲肝炎的事情 虽然木克与巴斯德 疫苗效果都很好 不过怎么追踪打了几剂 如何评估效益 都是问题 陈定信在这里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强谈到 你要做这个检验 你一定要评估 那你评估一定要从 你这个进来的资料 那你散布全台湾这么多 又有检验之后 又有打第一剂 第二剂 第三剂 这些之后你怎么样会诊 所以只好要电脑化 当时电脑并不普及 更没有互相连线 陈定信夫妻想到 之前在美国生活时 超市常有折价卷 并将孕妇疫苗登记手册 访折价卷做 没打完一剂 方便地方医疗运所私下 寄回卫生署 有专人输入电脑 在重重困难之外 当时疫苗进口运输要冷藏 国内也没有腰瓶冷链设备 他们一定要放2到8度 然后你整个运到机场 我们我亲自去 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跟我们同事 我们也没有能力冷藏车 我们去租那个 那个冬天的那种工厂 去租车进去 那陈教授就像一个指挥官 执行的细部的规划 就是陈电行教授 跟他的夫人 所以这个是讲起来就是 要有实际的那个执行者 那陈教授是一个 很好的执行者 1984年 全台妈妈是代言者的 高危险群新生儿 开始免费施打鼻肝疫苗 1986年 更扩及了所有的新生儿 台湾肝病在这一年 画出一条清晰的分隔线 未打疫苗者代言率 15到20% 接种过的人不到1% 折磨台湾人数百年的肝病 终于看到了尽头 那这些接种疫苗的族群 它的一个代言率 都降到百分之以下 那儿童的肝癌 目前已经非常少见 肝癌已经从这个 变成这个 癌症死因的第二位 那另外如果像 慢性肝炎肝硬化 从早期的十大死因的第六位 现在已经降到第十位 疫情肝炎已经在台湾数百年 但是他们推动这个 神教授就把它截断 这是一个断癌式的截断 那这个贡献非常非常的大 一个疫苗预防感染症 然后再预防癌症 这个这个是在医学史上 是一个milestone 台湾疫苗防癌的卓越成果 成为全球模范 不仅每日仿效 1992年 WHO也建议会员国 推动新生儿接种 B肝疫苗 不过陈定兴没有忘记 那300万的B肝代员者 他们怎么办 还有C型肝炎的病人怎么办 他的肝炎战役 影响威胁 陈定兴没有出国 也没有博硕士学位 但是他在49岁的时候 就发表超过200篇研究 杰出的成果 获选为中研院院士 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之后还荣因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 海外院士 是土生苦长 台湾栽培出的 国际级科学家 不过他也不断地提醒后辈 研究不是为了名利 而是要增加对疾病的知识 回馈到病人身上 1980年代 新生儿全面接种疫苗 陈定兴相信 B型肝炎 此后终将控制下来 那么下一个危害台湾人 肝脏健康的元凶 便是C型肝炎 当时全台感染者 约有40到70万人 以书写为主要感染途径 在美国开荣公司 经过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发现是一个病毒 那后来我们就叫 C型肝炎那他们也做了研究 发现你筛选之后 捐学者筛选C型肝炎之后 这个就降下来 不过开荣公司的C肝筛检事迹 不仅有专利且售价昂贵 捐学中心实在无力负担 每年多花上亿的协议检验费 所以陈教授当时就想说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 我们自己也做做看 陈教授跟我还有跟生技中心 还有跟一些台湾的产业界 发展了这个筛减的事情 1992年国内血库 便开始以国产试剂筛检验肝 此后书血感染C肝比例 从6%降至千分之一左右 相当于每年避免了5万人 因书血而感染C肝 至于治疗方面 当时C肝最常使用的是 注射干扰素 最主要是它免疫次第 所以当干扰素效果 我们做的那几个年 就发现也一样 很多病人成功率不是很高 而且它副作用又大 干扰素根除C肝 成功率只有5% 1990年 有家跨国药厂找上陈平信 希望他主持该药厂 干扰素的临床试验 但陈平信认为 国外已有不少干扰素的试验了 陈平信认为国外已有不少干扰素的试验了 所以我们从来不做me too 就是别人做过我们在做的研究 对科学或者对医学 临床医学的并没有什么知识的累计 陈平信坚持 药厂试验必须要加一组受试者 接受崭新疗法 结果这份求新的坚持 让他们找出了C肝新疗法 陈教授跟赖米洋教授 那也执行了全世界第一个 用这个干扰素跟雷巴胃磷 来治疗这个慢性 C肝的一个临床的试验 那也获得一个很好 很好的一个成果 治疗法让C肝治愈率 从5%大幅提高到50% 当时也成为全球根除C肝的标准疗法 至于避肝治疗 在药物方面 也能以干扰素治疗 且治愈率仅5到10% 虽然效果差强人意 却是当时唯一可用的药 陈定信念及那300万名代言者 1996年 他接任卫生署肝炎防治委员会主委后 变成宋瑞楼之治 由税政府将干扰素纳入健保 直到2003年 健保中将B肝与C肝用药 都纳入了几副 陈定信一方面致力对抗肝病 一方面持续教学研究 他担任过台大医学院院长 及台大医院内科部主任 在后背眼中是位温和但瑞丽的老师 他那时候是卫肠科主任 对于每周一次的个案讨论会 他一定会提出你没有想到的观点 而且他也提醒我们 我们所讲的这些都要有一个科学的依据 随便想到就发言 而没有念过文献 一定会被他垫得很惨 台大医学院传承的是 临床发现问题 转头回实验室研究 陈定信也依次鼓励团队后背要当医师科学家 其免他们不是只在疾病下游救人 而是要走到上游找出解决之道 不是只有针对一个病人 是针对所有病人的病因 然后去研究了解这个病因是为什么 了解它以后 那我们才提出解决的方法 那这个解决的方法 你就可以用在大部分的病人 他非常重视团队 而且希望青出以来 这个很重要 青出以来 人的寿命有限 所以你一定要有后代的传承 你才能够延续 所以第一个他很鼓励创军 第二个他青出以来的 这个年轻人的培育 他很重视 另一项陈定信对后背的要求是语言 因为他们研究发现的新知识 要跟全球共享 而共享的基本工具 就是使用共同语言 在台湾大概只有 台大的消化内科是最早 我们在整个科会都是用英文 包括报告跟准备 然后整个提问题讨论 都是英文 这是成员式坚持 台大消化内科就在打国际杯 就在打世界杯 陈定信热爱研究 学生时代的运动与爬山热情 都转到实验室内 他生活圈很小 几乎只往返于住家宇台大 甚至周末于春节假期 他都持续投入工作 他就跟我说 他的鞋子都穿不错 我跟你说 你只要从家里出来 你就开车 然后就进到医院 然后就上来了 所以其实你的鞋子 根本不需要在外面 到处这样子走来走去的 所以他的一双鞋子 他跟我说他穿了十几年 回首当年那受医学史 与人物传记感召的医学生 陈定信实践着自己的誓言 带领团队 钻研探究 为知识沧海不断注入活水 但凡团队做出的成绩 他比息息研读 小致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他看论文非常仔细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 因为他看得很仔细 所以编着文章给他之后 他可能要两三个月以后 他才会给你 所以他可能是按照 他自己的兴趣 他觉得这个比较有新的发现 或许他会早一点看 他一定从第一个次看到 对我一个字 他不会随便看 随时有什么零岁时间 他就拿出来改 他是比较晚睡 因为他改字 我是比较早睡 所以我不得不把毛巾 遮住眼睛睡觉 陈定信医生 发表过近八百篇的论文 与研教团队 被缔造的卓越成果 为台湾在全球肝病领域 攻略一席之地 这是他期许以科学创造的台湾价值 一个社会的存在 不是只有物理的存在 不是说只有有山有水有海 是这些你能不能产生 让人家尊敬的文化 这个资产 不管是科学艺术或是产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科学研究 我们就希望在肝病 或是在科学里面 让我们这个部分研究 变成社会上 变成全世界人类重要的资产 没有博硕士学位 陈定信凭借着 杰出的科学研究 在49岁时 当选中研院院士 62岁时又荣引美国国家科学院 海外院士 是台湾难得本土培育出的 国际研究人才 所以一个教授在学校里面 做研究教学的工作 他们说要从三个方向来看 这个教授的贡献 一个是他的研究 他的教育下一代 跟对社会的贡献 他做一个好的医师 好的学者 也做了不少疫苗的事 受到世界各地的重重 外界常以台湾干地 称呼陈定信 但他认为 自己如塞凡提斯笔下 那秉持信念 勇于向怪物宣战的 唐吉科德 他说唐吉科德的唐 就是很像台语的胆 就胆吉科德这样 那因为他说唐吉科德 就是一个不畏惧前方的困难 然后他当风车是一个怪兽 然后就一直去挑战他 对 然后他觉得就是说 做研究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 你要有一点 就是像他讲的坚定信念 然后你就是要很勇敢地去挑战 成定性的成就 也获国际期刊肝脏学的肯定 2011年大师论点专题 就向他邀稿 他细数台湾数十年来 肝病的研究与成果 写成11页的回顾长文 让台湾傲人的防治成果 名流轻视 文章刊出后 他特别复印一份 亲自拿到护理之家 献给并肩对抗肝炎 40个寒暑的老战友赖明阳 当时赖明阳因生病之故 已意识不清 赖批跟陈教授 差三岁 早些年 其实因为这边的环境 其实设备也都蛮简柔的 那也没有特别多的人 可以帮忙 所以其实他们除了 白天的临床工作之外 他们其实晚上也 都会继续留下来做实验 这一路下来 其实他们两个就是 看起来也像是患男兄弟吧 而对于家人 陈定性投身肝病致厌 对太太许许美 包容她的忙碌与缺席 也怀着感谢 每发表一篇论文 她必定手写献给太太 她在每一篇论文发表 都会写上一句话 Nora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是Nora Nora My dearest Nora with love 她就我意思说 她的研究工作 她要感谢她的 那这里让你就很温馨了 70岁时 陈定性从台大医学院退休 虽然在医院内 持续看诊与研究 但终于有一些时间陪伴家人 尤其年轻岁月 都奉献给了肝病 较少陪伴子女成长 退休后 还一弄孙成为一大乐事 她是非常喜欢跟小孩子玩 然后她自己也非常有童心 我回娘家就看到 我爸爸在陪三个孙女玩 那个半家家酒 然后三个很小的孙女 可能都三岁四岁这样子 就一直要喂她吃东西 然后她也可以跟她们玩得起来 陈定性有个梦想 就是活过2044年 活过101岁 因为2044年时 首批在1984年 接种逼肝疫苗的孩子 也60岁了 她想亲眼见到他们 免于肝硬化与肝癌 免于她父亲当年的病苦 然而没料到的是 2020年春天 她确诊了胰脏癌 生命期间 她接受实验性疗法 从以往的研究者身份 转为实验对象 这个等于是 我们说的那个恩慈疗法 Compassionive use 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药物 在做临床试验 那你刚好合乎这个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 大部分都不见得会成功 所以这里面都是希望说 透过自己的奉献 那能够对这个疾病了解 或对这个治疗会更好 因为我觉得她一生 都是很相信研究 才能够翻转世界的人 所以她其实有交代 就是留下了她的 腹水的肩体 在我们基因体中心 也进入就是 药物筛选的部分 可能她的案子 将来也会有人 符合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就可以适用于这样子的疗法 我觉得她到最后都会希望说 自己走的事情 可以让这个世界进步一点 伊藏爱确诊后三个月 2020年夏天 77岁的陈寗行病史 她生于肝病肆虐的年代 将终结肝病 视为人生之治 造福了全球千万个家庭 她人生场面之际 肝病变喊病 已成为定数 她觉得她的人生非常的幸运 她在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跟很好的环境 跟很棒的一个 大家的就是配合之下 成就了她这一生的贡献 她觉得自己是非常幸福的 沉定性是一位一生 都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医师科学家 她将父亲肝癌过世的创伤 化为研究毅力 一生投入终结肝病 造福了台湾 以及全世界千万人的健康 这成就卓越 我是胡婉玲 这期台湾演艺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